随着薄熙来被免职重庆打黑中越来越多的冤假错案浮出水面 一些在打黑中遭受酷刑的人说 薄熙来在重庆两年的打黑运动中肆无忌惮惨无人道 践踏法律的例证比比皆是 重庆打黑第一案的死囚范吉航是其中一例 范在被处决前自述受刑讯逼供的录像在网络流传 录像中他讲述遭受的非人逼供让人触目惊心 他曾几度撞墙咬舌自尽的 法国费加罗报在28号的报道中说 在重庆所谓的打黑运动中将近5万人被逮捕 其中包括商人公司主管和警察 有13人被判处死刑并枪毙 如今人们谈论的是泊在打黑中的大规模刑讯逼供 对商界大款的敲诈勒索对政治敌手的收买 国际媒体也重口一词地谴责重庆的打黑 而且还把打黑和酷刑联系起来 重庆打黑第一案中 40岁的建筑商樊奇航在2010年1月被控犯下一系列重罪 其中包括下令谋杀一名男子 著名永律师在樊奇航被处决前 宇凡会见时偷拍的录像一直在网络流传 凡在视频中讲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言行逼供过程 我在他们所谓的审讯基地 我接近大概半点时间 现在半点钟 好像在台湾上睡过觉 我几乎是天天被他们折磨的 大概有半点时间 接近半点时间 我就天天一个人坐在铁椅上 他们叫你洗衣人 然后摆上48斤的那种脚疗 然后手脚固定 就在那个铁椅子上 平时我觉得拳打脚去 这些都是家常便饭 经常打得比例严重 樊奇航表示 这种刑讯对他来说还不算什么 还算比较轻的 更严重的是 用手铐把他脚部粘地掉在铁柱子上 让他们还有很多方式 来逼我的供 两只手 反过背去 然后反手 然后用手铐 吊在铁柱子上 然后只让脚尖挨直地 然后他们吊的时间 最长的是 从来没有把我放下来 然后五天的时间 那次 那次 熟悉女王 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来吸引那种痛苦 简直是生不足事 然后平时吊了一两天 我觉得也是家常便饭 经常的事 樊奇航痛苦地表示 在整个被吊的过程中 手铐箱在肉里 打开手铐的时候 全是血和浓 以至于看手有一次用了一个小时才打开手铐 但这还不算 他们还用另外的方式折磨樊奇航 包括所谓打表 六天不让吃饭等 他们的行话叫打表 打表就是 脚尿 带 然后把手 靠着连在脚尿上 然后人呈战略的姿势 然后呈90度 那么一直战 然后一战就是一个星期 最长的时间 我现在继续来 有十多天 密室上我站着 然后在过程当中 十多天我没有睡过 睡过一分钟 甚至一秒钟 然后一直出现了一样 在过程当中 我一十多久 人修课 修课我几次 然后在修课的功能当中 他们看我修课了 就能够把我教醒 然后就提 他们有人就过来提脚 然后把我倒提起来 然后我运行 然后继续让我站 樊琪航因承受不了 那种非人折磨 几度处于精神失常状态 他曾尝试多种方式自杀 头撞水泥墙 咬断一截舌尖自残等 后来樊琪航被判罪名成立 于2010年被处决 唐经林律师指出 在中国 酷刑是很泛滥的问题 不单单是重庆 主要是因为政府权力 缺乏制约 中国的这个权力 政府的权力缺乏制约 没有充分的人权保障的制度 像新闻自由 这些基本的自由都没有保障 政府的权力又不被公众所监督 这种事情就肯定没法避免的了 其实包含中国很多 在监狱里面就是说 非正常死亡的案例 都属于这个范畴的 在侦查的过程中 滥用暴力 先给人定罪 再去审人的这种情况 是很常见的 唐精灵律师还表示 正是由于樊齐航案 和李庄律师的案件 才让重庆黑打全面曝光 他说 在重庆黑打中 最大的一批私营企业家 几乎都倾家荡产 家破人亡 来不及时 我邀倒 小龙 不及时 我々就再ед正了 我应该